这是令所有男人都羡慕的超能力 只见托尼双手援起大喝一声 一瞬间钢铁军团的所有战架全部集结 纷纷整齐有序的利于半空 时刻等待着王的指令 接着托尼下轮 让贾维斯消灭所有注视过病毒的人类 收到指令的战架立即展开行动 马克31活三手当其冲一一敌三 可两个回合下来就被敌人拆解的七零八落 没办法 他只能拉着一人同归于尽 马克41骨骼也紧随其后 一招分身攻击 他的对方措手不及 而部分战架直接开启一换衣的自爆模式 那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眼看上方的巨型铁架即将倒塌 于是托尼立马派出马克38一戈尔 此战架的特点就是能支撑百吨重量 另一边 红丑鱼还没等展示身手 就被三名敌人缠住 虽然遂心者及时上前帮忙 却被另一名敌人纠缠带走 最终也只能和敌人同归于尽 这时托尼穿上银色百夫掌 准备去营救小辣椒 罗德看得眼睛直冒金光 可托尼却表示 这些战甲都是他自己量身定做的 说完就独自飞了出去 给他安排了马克17帮忙 罗德也顺利就下了总统 等托尼找到小辣椒时 却发现对方被压在铁架下面 托尼刚准备上前营救 却被突然出现的吉利安破坏了战甲的核心 然而就在他准备终结托尼时 却被战甲内弹出的长刀瞬间砍断了手臂 可由于断壁温度太高 竟直接将钢板融化 随后连那小辣椒一起掉进了下方的火海里 这让托尼彻底绝望 他愤怒地穿上马克16夜巅 与吉利安展开了激烈搏斗 经过几个回合的硬碰影 显然还是吉利安的自愈能力更胜一筹 托尼不慎被其打倒在地 好在关键时刻启动弹出战甲 随后又穿上马克40号 再次返回战场 虽然这套战甲 拥有高速射击和超音速飞行的特点 可奈何实力悬殊太大 只见吉利安灵活走位躲过攻击 快速来到托尼身后 轻松两招就破开了战甲的防御 随后不光回家被一刀斩断 就连整个身体也被直接劈成两半 好在关键时刻 马克42号浪子终于回归 托尼连忙伸手准备铠甲合体 然而下一秒 这真是老太太三被窝 给野者笑了 吉利安更是出言嘲讽 表示托尼根本不可以拥有钢铁战甲 无料此番话彻底点醒了托尼 于是托尼大手一挥 接着浪子的各个零件 全部套在了吉利安身上 之后伴随托尼一声令响 这套让他又爱又恨的战甲 终于光荣下岗 看着被炸得只剩下头部的浪子 托尼本以为一切已经结束 可没想到吉利安的生命竟如此顽强 这都没能炸死他 然而反派死于话多 突然一记闷棍将他打飞 来人正是红彤彤的小辣椒 原来他并没有死 而是被绝境病毒改造成了超级战士 这时马克久无人为他是敌人 于是小辣椒借助托尼起跳 再接一招神龙拳贯穿了战甲 吉利安还想要反抗 小辣椒扔出一枚导弹 再接一发能量炮彻底将其送去了西北 电影最后托尼迎爆了所有战甲 为心爱的女人送上了特殊的烟花盛宴 有钱人的快乐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浑身世上的花皮也顺利行了过来 小男孩哈利也收到了托尼送的圣诞礼物 他的小仓库被改造一新 托尼通过手术取出了体内的弹片 再也不用依赖反应堆存活了 这一刻托尼也终于明白 无论有没有战甲 他本身就是钢铁侠